嗨 所有馬來西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Kelvin 超級想念所有馬來西亞的一切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也可以飛到馬來西亞 跟大家面對面交流 不過呢今天我要先跟大家來講一個 非常重要的保養的概念 不管你是要美白啦 你是要蛋斑啦 你要除皺啦 你要抗老啦 這件事情做好 你的皮膚自然就會好 那就是保濕 被運用最廣的成分 就是透明脂酸了 說到透明脂酸 我們就一定要認識這個 來自日本大藥廠Roto 他們的保養品牌 Hadalabo 它曾經創造了在日本連續15年 化妝水銷量的No.1 它全球銷售量突破了1億瓶 我手上的這瓶是再升級的 從原本的自種的透明脂酸 現在變成了有5種的透明脂酸 多加了一種 我想馬來西亞的朋友 最擔心的一走出濕碗 會覺得你的臉黏黏的 會不舒服對不對 我跟你講 超清爽的 好舒服喔 清涼的椰子水的那種感覺 喝飽水的樣子 但是一點都不會黏 你看 這款Hadalabo保濕化妝水 它可以讓你的皮膚瞬間喝飽水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這一瓶就夠了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偏熟齡的 先把皮膚的保濕做好 打底再去做除斑 美白或者是抗臭 那才會有用啊 我們先來科普一下透明脂酸 其實透明脂酸 它是一個具有高度彈性 保水性 還有潤滑作用 它其實廣泛的存在 在我們原本的身體裡面 它除了能夠讓我們皮膚 達到彈潤補水的作用之外 它還可以抓住水分 它像海綿一樣 其實一個玻尿酸的分子 是可以抓住 比它自己原本體積 還要更多更多的這個水分 所以它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達到立即的水潤效果之外 它還能夠達到高效的 鎖水的這個作用 G&Hadalabo 它從2004年上市以來呢 就一直在研究透明脂酸 將近20年的時間 全新升級的保濕化妝水當中 它添加了 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推出的 乳酸菌發酵的透明脂酸 日本奈良正麗寺的 傳統菩提串的 這個清酒釀造工藝 乳酸菌發酵的 所產生的這種透明脂酸 它形成皮膚的水的防護 角質層 尖細填滿 不但可以幫助我們達到保濕 它還讓我們的皮膚更健康 而且更透亮 它還透過了高中雙分子 奈米分子的透明脂酸 目睛就是能夠讓我們的皮膚的 不同的層次 都能夠得到更完整的保濕 讓我們從皮膚的深層 充滿水之後 就會把我們的皮膚的彈性頂起來 後續的保養品的吸收也會比較好 那麼我自己喜歡的是 就直接把它倒在手上 拍在臉上 輕輕地拍拍拍拍 拍到它吸收為止 你就會覺得 哇我的皮膚好舒服喔 或者是用化妝棉片沾取 然後輕輕地擦拭 達到再次清潔 代謝角質層 膚色不均勻的地方 明亮度也可以立刻提升 在化妝前 把這個底妝比較不服貼的地方 用化妝棉片濕敷住 你就發現你的皮膚立刻就會變軟軟的 底妝就會變得更服貼了 這款HOTALABO保濕化妝水 不含PARABIN系的防腐劑 沒有酒精 然後沒有香料 沒有濁色劑 沒有礦物油 基岩HOTALABO它的保濕化妝水 其實是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是比較偏油的皮膚 你可以選擇LIGHT版本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熟齡肌 或者是比較偏乾的皮膚 你可以選擇RICH的版本 它可以達到更好的 肌膚鎖水保護的作用